Please rise, and join us in a moment of silence 為奧蘭多槍擊案大約 50 個死者默埃後 美國蘋果公司在三藩市舉行的全球開發商大會 宣布軟件及旗下產品更新的消息 焦點之一是會在今年秋季推出的新蘋果電腦系統 Mac OS Sierra 可以支援電子支付服務Apple Pay 用戶日後可在電腦上透過Apple Pay付款 不再局限於指定手機iOS應用程式 有關更新,據報是蘋果要盡軍網救市場 只要救密網站貼有支援Apple Pay的Logo 透過iPhone或Apple Watch的Touch ID驗證指紋 用戶便可在Mac機上付款 而這個服務稍後亦會登陸香港 包括中銀香港及匯豐在內 多家銀行都宣布他們的信用卡持有人 下季可使用Apple Pay付款 除了Apple Pay外 大會同時公布iOS10更新 當中的3D Touch 功能將會更有效活用 就算在鎖定手機畫面 亦能使用3D Touch 查閱通知信息和輸入文字 此外照片整理功能亦大幅提升 相簿內新增回憶功能 根據面部辨識和地點等 分類照片和相簿 有指iPhone 7 系列 可能會是第一款裝有iOS 10 機種 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最後